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文化所 我是Sheron 我是Abbie 上星期有沒有like我們的page 你還有一次機會 挺好的 你還有一次機會 讓我跟大家說說我們會送哪幾本書 甜美黑洞由夏孜然夏力合著 這本書很有趣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另外上星期講的《青苗上學圖》 還有呢 今集我們會有Sophia 稍後會跟她聊天 會送出她的小說《萬風街》 還有葉志偉的《尋找太內》 其實我挺喜歡這本書 葉志偉是一個寫很多同志小說的作家 我覺得她的角度是 男人和女人都錯過那個部分 她都會說到 是時候介紹我們今集的 還有 還有這本 還有這本 厲害 這本 因為看到大家這麼踴躍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了一本 鄧小驊出的《不層移動評寺》 有20本這麼多 大家如果想要 就快點點讚我們的頁 然後寫一些東西給我們就可以了 好 我們說回今天的題目 我們先介紹今集的嘉賓 其實我們說了一嘴就說了這樣 繼續有Kurvik的Amanda 漫風街的作者Sophia 張秀賢 還有漫風街 和甜美黑洞的書籍設計師 阿卓 是否這麼稱呼 是這麼稱呼 好東西 你記得了 總之我們今集不單止說作者 還會說設計 我們一來當然要說一下 漫風街這本書 究竟跟Kurvik的關係 是的 又要麻煩你講一講 我先說這本書 這本書是Sophia第一本書 即《一滴海邊》 當時我很記得 我不認識Sophia Sophia來到店鋪 總之她剛才提醒我 她說當年你還跟我說 你也沒有約我 是誤會的 不能這麼說 其實當時我這樣回答她 當時我真的懶惰一下 然後有個人 Sophia就會告訴你 你看我的書 諸如此類 你便會覺得 你立刻要跟她談的感覺 很突然 真的不是 我會覺得太快 這個情況我就會覺得太快 上星期就不是太快 自己很快 因為當時始終一本 她要A4 她印了一份A4 很有心 她做了一份A4 買好了 她便說你去看 然後我就說 嗯 好吧我去看 她後來還要補電郵 我自己就 當然不好意思 你為何我拖了她 一兩三個月 真的在說這個時間 她很記得 然後 我終於有一次 好像是新年 1月1日 我記得是 那天放假 然後我終於在我家附近的海邊 真的星期一的海邊 真的在海邊看完 早上一早下了碼頭 我家裡最初有一個海旁 就在海旁看完 因為Sophia寫書 其實是一種淡淡然的感覺 對我來說 不會是 你馬上要拿著 不是一本武俠小說 不是一本講情節 講各樣的小說 我開始看這本 我絕對有這個感覺 當然她也很懂得傳到 到我再看回 因為其實這本書 我告訴你 到出版的時候 我還未看完 不是代表我們不看完 因為其實我出版的時候 還有我其他同事 有Yvonne 有阿成 Yvonne代表看完 她就告訴我 那本書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Cubic出書 有個古怪就是 其實我們是 它的感覺 到底我們要一個什麼 分享 我們要出到一件什麼事 那時候 Yvonne就告訴我 她覺得是怎樣 我也知道Sophia應該是怎樣 因為這本書 我已經看完 再加上 接著就到設計師那一段 我們把稿交給設計師 設計師又開始在想 這本書 究竟是一本什麼書 因為設計是否接 其實設計師有時候 不只阿卓 他們會告訴我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做到 我不會設計這本書 我也試過 其實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一個設計 或者是一個作者 他本身要入面的內容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 一個創作的分享 這方面我覺得 交給他們 好 你這樣說 我突然想問一問設計師 對於這本 萬風街的體化 然後我再問作者 我等你聽完 大家的看法 我們再說 有些壓力 有些壓力 是的 憑著你的認識 為何要做到這樣 好 剛才Mano也說 其實Sophia的文章 是比較淡淡然的 她跟一般主流的小說不同 她其實不會有些 要你追著看的 但是你一邊看 你會在裏面拿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她的感覺 不是那種 迫你一直 強迫你 要去看完 而是 你有空的時候 你打開看幾節 還有這本書 其實內容 還留給Sophia 但我覺得她對我來說 好像一本《家族日記》 雖然她是一個小說 再看 但我覺得她好像一本《日記》 所以在做設計的最初期 我就不是想過樣子 我先跟Sophia提議 不如加些分題 其實我是想逼一種好像《日記》 但它又不是《日記》 因為你不是這樣做的 我只是想要一種很類似的感覺 跟Sophia合完之後 她也接受我這個提法 加了一些分題 已經構成了本書的《Layout》 至於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外面有一張木紋的字 不是書籤 不要撕 我有撕過 我沒有承認 你撕了 那你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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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張紙 不如先講講這張紙 其實它是來自西班牙的 很漂亮的 是的 其實它是每 用水蟲木板 壓扁它 就成為了一張紙 所以它每一本書裡面 那張木紋的紙 都是不同的 因為最主要我覺得 這本書最後想說的 就是跟生命有關係 就是它不同的 生命是有些有機的東西 它不會是copy 全部一樣 我希望當這本書 雖然它是大量印刷的東西 但是它放在書店裡買的時候 好像有生命一樣 它每一本都不同 還有書裡面 我就覺得Sophia 用了很多木的要素 去比喻人 例如它會講 茶館裡面的 木桌裡面 是怎樣來的 是誰做的 全部都是用 就是很多木在裡面 我已經很早就覺得 應該這本書的外表 應該跟木有少少關係 所以到最後 就選擇了一張這樣的紙去做 都很多謝Cubic 和Sophia 給錢做這件事 因為都不是便宜的 但我覺得它的效果出來是挺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 不過你講開Cubic的出書的風格 其實很容易分到的 你去Cubic看書 它出的書都是細細本 而且是很容易揭開的 有些書眼角掛 你很難才揭開 我覺得不是 有些是有些又不是 大部分的照片 那整件事都不是 昨天有不同 剛才跟Sophia聊天 我就問 其實Cubic的出書 有沒有什麼性格 她就說 你的性格是什麼 是多元的 和我性格不一樣 感覺很不同 OK 這應該是我的舊東西 不過這本書的確 我覺得設計得挺有趣 如果你放在宏文這麼多本裡面 你拉起手 你會覺得 我剛才也有這種感覺 想撕掉 聽完你這樣說 我會覺得 真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那作者 你自己對這個設計 怎樣看 或者你其實 認不認同她那種木的感覺 其實我很喜歡她 我覺得她的樣子很謙虛 我喜歡這件事 很踏實 很如實 而且 而且 適不適合到你自己 你覺得自己在寫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 她不進入 她給你很多空間 其實初初的時候 這個位置 她是貼到很貼的 因為她 她 她看到這本書 有很多空間感 她想在那個設計 那裏 就變成 因為其實 整個封面 是沒有什麼同漲的 其實只有一個空白的空間 她想在這個有字的地方 變成 劉白位 劉白位 是盡劉白 就貼 當然了 我們都是很現實的人 我就會拿出去 給一些雷聞 普羅大眾 她一看 就說 是否摺得不太好 於是我又打電話給她 她就說 她就說 很顧她的感受 我一些很雷聞的朋友 就有這樣的意見 她就很好 她就說 我也明白 那我就 你不用多 你給輕輕一點 可以免除一個太貼邊 以為是一個印刷錯誤 這樣就行了 這句疑慮 就會是這樣 還有我很喜歡她 幫我選了一些範圍 因為她其實後面的範圍 其實我的教導 就是Yvonne 就是Kubrick 真的非常好的一間書店 很感謝她們 她幫我教導的時候 她也有提出了一個字 譬如你字 她就說 她圈著 是否刮刮的 那樣 阿翔又好 她很厲害 其實這個是康熙字典 做測出來 我們全靜了 很厲害 我覺得是設計師 或是人 也是 通常工作的人 都不會告訴你 她做了 根本她不說我 何從得知 其實她做了很多事情 另外 講一下你的書 對 我只是說 其實你自己在寫書 是不是真的關於木 你自己覺得那個木 是不是你都很黑 我自己看她 其實她的書 我剛才說是一種淡淡然 其實她真的 因為她真的 因為我記得中間 我都試過跟她 因為我雖然沒有看完 因為如果你要很快去看書 有一個方法 你不用 所謂看書 就是由頭到尾看完 我才叫做看書 但如果你真的要做一本書 有時候沒有辦法 或者你入我們書店有一本書 你不可能一本書看完 我經常都會問 你們入了書這麼特別 你們就看完書 我真的不馬上回答 其實我就會了解 她的書應該是說什麼 譬如我奉以往的口中 或者我自己再揭去裡面 其實我沒有看完 我都看了大概 那時候看了三分之一 然後我特地 我不喜歡看尾 但我告訴你 我今天終於看到尾了 終於到今天 那種感覺就是 那種是她說的家族日記 或者我剛才說的淡淡然 其實都是好像我們身邊的人士 去擺出來的 去拿出來 那她拿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 其實一直都在說 人家有生老病死的 那她一直就是 將這些人士的生老病死的 和當一個人面對這些事情 你怎樣去處理 那我覺得她那個處理 都很有趣 她最後那個 對我來說很有趣 就是一個發瘋狀況 如果一般人來看的情況 就是一個發瘋狀態 有誰不發瘋狀呢 這個世界 按住她 對 就是她面對一個人的死亡 這個主角 就是她面對她好朋友的死亡 那她 不要說結果 不說 不說 就先看書 對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特地用發瘋狀況 因為我怕我會說出答案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 又是你怎樣去看一些 就是做一些這麼瑣碎的事情 或者有些事情我發覺 是Sophia自己生活的事情 因為我和她都轉眼間 由2006年開始 認識到二幾年了 天啊 轉眼間 雖然也不是說一年沒有多少次 可能都會坐下來聊天 但是聊天都挺好的 聊天都很長 我們是聊幾個小時 不知為何 我們可以聊天 有些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 整件事 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作者 不論是否朋友也好 我覺得 由2006年開始 第一次握手 第一次認識 就已經是一個朋友 就是一直這樣認識下去 你會看到這個人 他想要是 表示什麼 他要分享什麼 其實是 Sophia 其實由第一本書到現在 你覺得 譬如你寫作的生命 或者裏面有什麼 progress 或者你這本書 會不會寫多了些什麼 或者是你自己的生命 會不會有些聯繫 怎麼說呢 其實這本書 progress 這個問題其實很好 我覺得其實寫書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by-product 然後轉變成一個主題 其實你是認識自己 我覺得 或者每個人都不同 我沒有什麼很宏願 說要改變這個世界 要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其實我很有趣 每個人的目標都不同 好像看過有個 叫做大陸作家叫莫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也是一些成長在文革時代 他很快地說 他為什麼會開始寫小說 因為他小時候成長的時候 剛好他跟一個知青在一起 那個知青就在罵寫小說 那個年代 他說他一天吃三餐餃子的 這個莫妍就覺得 那個時代是很缺乏食物 就是因為他聽到 原來做一個作家寫小說 可以一天吃三餐餃子 就是他怎樣去開始寫作 我自己其實是很簡單 因為是我喜歡做 有興趣做 也都我覺得我做得好的一件事 沒有什麼宏願 希望在我了解 我覺得每個人 最重要是 了解了自己 做好了自己的時候 其實很多世界上 發生很多事 是因為人不了解自己 而他開始去做很多事情 會令到痛苦去產生 我以為是這樣 或者他以為自己是這樣 一個人以為我是這樣 或者我以為這些事情應該是這樣 然後開始去 他不是去看自己 然後開始去推旁邊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是痛苦在這裏產生 至於說回書本身 我又好像記得看了一個對談 是阿成 還有另外一本不知什麼對談 他說很簡單 其實小說只不過是 你一個人 將你的人生經歷 你怎樣去掌握 就是 我要講阿卓 我不能夠太明顯講阿卓 一定要講那些 可能阿卓 可能變成賣豬肉 OK 就是要將一些東西 而你一個人 可能那個小說成不成高 就是你開始 你怎樣去掌握這些東西的能力 你怎樣一直去超升 你最後 你不是要超越任何東西 你是要超升你自己 超越你自己 所以可能有些人看的時候 他會覺得 看到作者本身 我首先聲明 本故事純屬虛構 就沒有 就有類同的失俗巧合 對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記得Roland Barth說過 作者已死 因為其實我是很怕別人問我 其實這本書說什麼 那個人是怎樣的 我真的很誠意跟大家說 其實 我希望聽得懂 大家只說 其實你看到這本書是什麼 那本書就是什麼 不用我告訴你 還有你看到這本書是什麼 其實看到你是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有些人會看完我的東西 會come upon 他好像很明白我這樣說 然後我都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那這個其實是 如果你對一個作者的尊重 或者你對自己的尊重 你不需要去了解作者 甚至乎不需要去了解作品 你通過作品去了解你自己 即是閱讀本身很怕 是的 如果我本書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就會覺得 嗯 都很好 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做了一件好事 主要是木的那件事 我記得你的問題 蛤 這麼快 其實可以不用回答的 你繼續想說 木的問題 首先因為它的背景 即是背景是茶館 其實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也有環保意識的 就是其實它裡面 它所有的傢俬 或者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combo 例如你有一張桌子 不要給這個人 它又要 又這樣 然後這些傢俬的來歷 亦都是 背景是後來出現的人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角色是因為 他家裡 散了頭的傢俬 所以散了這些傢俬 可以說是多層次的原因 不過 不需要太過去理解 或者理解作者的原意是什麼 我講到最後來 是的 你看到是什麼 你歡喜就是你歡喜 你不歡喜就是 你看一下為什麼你自己不歡喜 不要了解我 了解你自己 也不要了解本書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 卓和Sophia其實很相似 都是很謙虛的人 其實你看到他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慢慢慢慢畫 他會慢慢滲出來 所以我說三個小時 可惜我們只有20多30分鐘 其實講到這本書 你剛才也講 如果作為一個讀者 去閱讀你這本書 他看到什麼 他自己懂到 就對了 就等於那個人自己心裡有一件事 例如我在书局走过Ochid 你觉得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投射到自己的一面呢 如果我刚才听到里面有很多故事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这个可以进入我 我就是其中可以进入的一个部分 会不会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一面 进入你这本书呢 我这样想 我想他本身就不会说是一些 就是靠讲缘分 我想不会说是特别的 但我想我可以说 如果真的喜欢看中文书 真是喜爱文字的人 我自问打开会觉得 这个文字是有质素的文字 我可以不谦虑地说一句 中文书也不谦虑地说 这个是好理念的 也要有时 要有些知好 要接受自己的弱点 也要接受自己的一些好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简单来说 即是说 这个人都挺用心写的 那些中文乱乱 即是说真的 你要识课了 不如可能现在 可能你一乱乱下去 你很难说 如何去契入到这本书的氛围 或者去 你自己在一个环境里面 如何去入黑 和它融合一帖 就不会递 但是他始终 我想 我相信一件事 是因为在我做他的过程里面 我放了很多诚意 也都 即是文字质素 本身是客观来看 应该可以 如果那个人是看开书 或者是 即是 大家都喜欢 吃雪糕的话 便会在黑暗地撞到 即是 如果你是觉得 或者喜欢看书 也认得 想看一些认真的书 那七十几元 还可以 七十几元还可以 还有折颠 那么长 那么大本的小说 现在不是那么多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即是在香港本地来说 小说已经可能 散文就很多了 小说其实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 行过书稿不妨 又真的 七十几元不是那么贵 还有我们可以送的 那 是的 那 我们 时间就差不多了 今天真是感谢 不过 其实我很想开一集 讲书的设计 再来 全文 再来 我觉得今天讲得不太多 他刚才 背后才讲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开一集 可能未来这两个礼拜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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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你的作品出来 是的 记得上我们的Facebook page like我们 就拿到 我们刚才 这两集讲的两本书之外 还有三本 大家可以拿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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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